有段时间 昨天我们也说过 需求基本的原则是发菩提心 只要菩提心发了 这个思念就有求逼运了 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 这个思念就很难求得 与发菩提心重要 无量寿金 诸位常常念 三倍往生里面所说的 上中下三倍 末后一端 是将修学乞讨法门的 也发愿回向求生净土 这个四大论 佛教给我们 总纲灵 总原则 发菩提心 一向转念 这是总原则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心形 要与这八个字相应 你就有把握往生 与这八个字相违背 就不能往生了 在念佛堂念佛 我们现在的念佛堂 是二十四小时 不中断的 一年到头 不中断的 做到了一向专念 能不能往生呢 看他发不发菩提心 如果不能发菩提心 还是不能往生 一天二十四小时 也不能往生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 因为你只做到一向专念 你没有发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 非常非常重要 发菩提心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因 一向专念 是语言 因缘具足 在决定的身减度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我们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不能够错毁佛的意思 菩提心 是真正觉悟的心 彻底觉悟的心 觉悟的心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讲到最浅显的 我们自己能够体会 能够落实的 其心动念 随顺佛陀的教会 不随顺自己的意思 把自己的意思放下 一切 以佛教会 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样子 佛菩萨在经论里面 教我们做的 我们认真去做 教我们不可做的 我们连念头都不可以 不可以生 这是菩提心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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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